基于流的文件操作 教训目的 学习掌握FileStream这个类的部分的方法和属性 实现利用FileStream类来进行对文件的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对流的概念的理解 数据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硬盘上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这些存储在硬盘上的数据 在读写的过程中 注意在读写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这个数据像水流一样 流露和流出这些存储的介质 当然我们把文件的内容 注意是内容 写入文件的时候 就像水流一样流露 如果擦除文件内容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流出一样 那么所以点亮它设计的一种 叫做流的类来读写文件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流的概念 它像水流一样 流露流出 其实就是对文件的写入 或者是擦除的过程 那么就像水流一样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 实际上 一旦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它就和一个流关联起来 文件是数据源 流是传输数据的工具 通过这种专门的工具 来传输数据 就可以使传输工具 和数据源分离出来 从而 更容易的切换数据源 更容易实现不同环境下 代码的重用 数据源除了文件以外 还可以是内存中的数据 网络上的数据 甚至是代码中的一个变量 等等 这里也就是关于流的一些用途 那么流第一点 它可以实现传输工具 和数据源的分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像我们通过这个 利用这个流 可以不需要去了解 这些传输工具的原理 也可以进行这些 数据的 关于流的这些操作 文件的操作 那么呢 这里呢 也就可以实现我们呢 切换这个数据源 更容易实现不同环境下 代码的重用 那么这个不同环境下 是指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 这种环境呢 有网络环境 有单机环境 有Windows环境 有Ulic 操作系统的环境 那么这些环境的不同呢 通过流实现起来的 可以实现在这些代码的重用 也是一样的 它不需要关心 这些操作系统的原理 和底层代码是怎么样的 我们只需要通过流 这样一些工具 进行这个操作 然后实现这个文件的 内容的传入 或者是传出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点 确实更容易切换数据源 我们在学习C效果的过程中 要注意几点 切换数据源 我们在做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知道数据源有很多种 比如说 Occces数据源 Cycle Server数据源 以及Olic 还有很多很多数据库 这种形式的数据源 那么可以通过这些流 的操作来 我们不需要知道数据源 是怎样的一个原理 我们只需要 这个流 有什么样的操作呢 那么这个数据源 就可以被这些流 进行的 抖写的操作 也就是 相当于这个流入 流出的操作 流入了读 流出写 这的操作 那么这些 这里我们还要看一点 这些数据源 除了文件以外 那么还有什么样呢 我们知道 文件 一般存储在 我们所看的的这个硬盘 还有光盘 当然 还有U盘 这些 这些存储的 磁盘的介质 那么这些数据源呢 除了文件形式以外呢 还可以是 内存中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 内存中的数据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 比如说 变量 就是内存中的数据 还有网络上的数据 网络上的数据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一流的形式 比如说 一部分数据 不断的相 我们的工作站 进行数据的流入 那我们 在上传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 这些文件呢 进行流出 这是网络上的数据 但归根到底呢 数据的 存储形式呢 都是 二进制 我们讲了 计算机的操作 不管是 阿斯克玛文件 也就是文本文件 或者是 二进制文件 那么归根到底 它都是 二进制形式的 流入流出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ileStream类的 常用的 属性和方法 FileStream类 它是对 文件 进行流的操作 那么这个类呢 它可以对文件 进行 读取 写入 打开和关闭 那么这里呢 我们知道 流的读取了 也就相当于 把文件呢 进行这个 打开的那种感觉 写入了 其实将这个文件 进行内容 将其他的内容 写入的文件中 这种FileStream类呢 还支持 同步读写操作 和异步 读写操作 那么这个同步操作 和异步操作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 去查看一下 相关的内容 什么是同步 什么是异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属性 堪利略的 只是当前 有四福 支持读取 我们在学 这些属性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FileStream类呢 要想得简单一些 FileStream类呢 我们在CShop中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文件 读取写入 打开和关闭 等等等等操作的 只是一个类 只是一个类 那么他有一些属性和方法 可以对文件进行读取写入 打开和关闭 打开和关闭等等操作 那么我们就好理解了 不需要知道 留啊 什么什么的 那个留这个概念很出现 我们只需要知道啊 通过这些属性和方法来进行对文件的操作 就可以跟FileStream类 或者是FileInfo类 差不多 多少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 Cannery的 只是当前有 是否支持读取 当然有些文件 他不支持读取啊 那么就通过这个 进行 判断 第二个 Cannery 那么这个很简单 只是当前有 是否支持 写入 Cann Sick 这个 主要是 只是当前有 是否支持 查找 Ease Athinker 这个呢 只是 凡死去 是一步 还是同步打开 一步 和同步 一步和同步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进行 磁盘上的操作 基本上都是同步进行的 比如说我对 本地磁盘文件的操作 我操作一个 那么 磁盘上的 另一块呢 就响应一块 那么网络就不同了 网络 它有一个 空间 距离的 差异 甚至呢 有一些呢 我在操作的时候 另一方的主机 没打开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存在一个 逆步的操作 逆步的操作 比如说 我在上午 操作了一个东西 他们的主机 下午才开 那么下午 才处理好 这个东西 那么 像这个情况 就叫做 逆步 同步呢 就是我在操作 什么东西的时候 另一方 同时完成 我下面 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 同步的操作 同步和逆步 在这里 我却这么 通俗的讲一下 我相信大家 比较容易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一下 nance 流的长度 流的长度 什么是流的长度 其实呢 这里的流啊 其实就是指 文件的长度 文件的长度 position 流的当前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文件中呢 有一个指针 当我们操作到 它的哪一个字节的时候 比如说 我有一个流 它里面有的内容呢 就相当于 流的当前的位置 假如我操作 操作到这个前这个位置 注意啊 那么流当前的位置 就是 一 二 三 四 当然 在这下谱中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一 零开始 那么我们 有可能呢 这个位置 被称为三 但是在于有些 对流的操作呢 这个位置 又是四 当然了 有些是零 有些是三 有些是四 这个钱的位置 这个要 看具体的这些 对流操作的 这些类的 啊 属性 那么这个呢 我是举个例 啊 看 探 out 指定 当前流 似乎可以超时 什么是超时啊 大家想个没有 假如说 我们再读一章 啊 不是很好 质量的光碟 那么我们 如果 始终 不能够把这个光碟中的内容 读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为超时啊 也就是 放弃对这种光碟读取的操作 啊 又比如 我们讲 在网络上 假如说 啊 我要超 A 再操作一个啊 网络上的问题 那么B呢 虽然啊 它是一步响应 当然网络上也可以同步响应啊 并不是一定就是一步响应 那么 B呢 是一个一步响应 那么假如说 我们限定B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啊 进行一步的响应 操作 那假如说 这个B 10天以后才去做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为超时啊 我们不需要他去做了 啊 我们不需要他去做了 那么我们设置为超时以后了 就终止对B的 啊 要求B去做这件事啊 不要管他了 这个就是超时 那么这个 read time out 确定留 尝试读取多长的时间 超时 过此时间的记 啊 设置为超时 这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们读取网络上的一个内容 由于网络这种呢 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信号 不是很好啊 呃 由于这个线路啊 或者是某某某某原因啊 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很久都不能到啊 不能读取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超时 啊 设计一个超时以后呢 啊 当我们假如说一分钟还没能够读取到这样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终止操作 哎 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个啊 花费时间去等待 我们可以进行另外的操作 这个就是这个超时啊 设置时间的超时 那么同样的这个写录也是一样的 假如我们向服务器上进行写录这些内容 假如服务器一分钟都没响应的话 那么我们就将其设置为超时 哎 不再向这个服务器中写入内容 那么这个就是超时的概念啊 超时的概念 内的 相当好理解 这个内的 那么这个内的就是从文件中读取 哎 字节块 一块一块的字节啊 其实读取比较多啊 那么 类的 but 这个就比较简单 从文件中读取一个字节 这个是读取上面的这个类的 是读取很多 下面的是读取一个 啊 下面的也是一样的 right和rightbut 一个是写录一块 一个呢 那是将一个字节啊 写入到文件 sick 是这留的当前的位置 哎 这个跟上面的 我们看到这个 can sick 啊 有一定的联系 啊 can sick 啊 can sick 以及 留当前的位置 position 啊 这个地方 都有一定的联系啊 can sick position 这个呢 是设置留当前的位置 close close 关闭当前留 并释放于之关联的所有资源 哎 关闭当前留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要将留理解为 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文件啊 理解为文件 好 那么这节课中呢 我不可能 还是那句老话啊 不可能将这些属性和方法 全部举例到 大家要养成 在网上查找啊 帮助的良好习惯 程序员啊 要注意 他其实呢 很多 东西啊 在实际的工作中呢 都需要不断的查找 帮助 注意这一点啊 作为程序员 好 现在我们呢 来看一下 来举例 说明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进入 控制台的 编程的这个 代码区 这是控制台应用程序 定义 一个字符串变量 那么这个字符串变量 的意思呢 就是要我们 在低盘上 建立这样一个文件 当然在这个地方呢 还不能够建立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A符区 哦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 Foundstream 里呢 同样的 要使用到一个命名空间 啊 要使用到一个命名空间 那么这个命名空间啊 System IO 好 我们判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 假如 以上的这个文件 不存在 那么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建立 文件 首先我们定一个 Found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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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象 MarkFound 这个对象就是要求我们呢 在此时 建立文件 啊 的对象 当然 这这个建立文件的对象呢 也就是关于这个第一盘的 这个文件的对象 当然 在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真正的在第一盘进行文件的畅见 那么下面这一步呢 我们就要对第一盘的文件进行一个畅见 对象 对象 一对 不是 对象 我说 其实 对象 好 好 这个呢 是FoundStream 类的一个对象 生命的一个对象 那么此时的通过 MyFound.openLight 所以 MyFound 是FoundInfo类的对象 那么这个 MyFound.openLight 就是对文件 进行打开 和写入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属于非静态的方法 因为MyFound 属于对象 用对象来操作方法 属于静态的方法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点 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点呢 通过 FoundInfo类的对象 也可以为 为FoundStream类的这个对象 进行 复直 那么这些类呢 都是 都是啊 都是 复通的 都是可以 互相之间 进行交流 或操作的 好 现在 我们 定义一个 这个 But 变量 一个宿主 变量 那么这里面 有 这么几个值 然后我们将 这些值 写入到 这个 FoundStream Date 这个文件中 好 现在我们进行写入 好 这个文件呢 就是啊 这个Write 就是将这个内容写入 写入啊 也就是说 它有多长 那么这个元素 就写多长 啊 写入它所有的元素 啊 这个Date 的Lens 是 只是 数字元素 Deltas 的长度 注意啊 这个是我们原来 学过的内容 那么 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将 这里面的 所有的元素 这些值 全部 写进了 这个FoundStream Date 这个文件中 好 最后 加一个 提示信息 好 文件已写入 最后呢 就是 关闭 文件 释放 资源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文件 写入的 操作 那么 假如 这个文件 已经存在 那么 我们要 进行 文件的 打开 首先 首先我们 建立 这个文件 的 打开 这一句话 比较长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FoundStream 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个1 在这里 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对象 FoundStream 这个Stream FoundStream 1 这个对象 那么跟上面的 这个 FoundStream FoundStream 很相似 这个地方 改成这个 那么 只是后面的 不同 后面的 用到了 这个 FoundInfo 对象 也就是 My Found OpenRight 这是我们 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 类与类之间 FoundInfo 类和 FoundStream 类 互相 这个交流的 操作 那么 在这 下面的 这个地方 我们 用到了 NewFoundStream 这样的一个 构造函数 进行 实现 实现 这个 Found MyFoundInfo Right 相似的操作 当然 这里 只能够讲 是相似 那么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相关的 这些内容 一个是 FoundLam 这个 FoundLam 也就是 这个 Stream FoundLam 对象 也就是指 这个低盘下的 FoundStream 这个文件 这个标识 标识 然后 后面 还更有 四个 三个 这样的参数 一个是文件的模式 以及是文件的 access access 也就是 access 也就是文件的数据 文件的数据 还有这个 文件的 分享 文件的分享 这几个点呢 我还 单独 列出了一个表 将这些 讲一讲 来看一下 FoundModel 那么 这里就是将 一个是 Append 将这个文件中呢 添加内容 注意这个是添加内容 这个呢 是建立 这个呢 是 就是新建 这个是打开 这个是打开 和建立 注意 最后一项呢 就是 切除 将这个文件的 前面的内容呢 切除文零 然后呢 再 向里面添加数据 这些操作 这是关于文件的 打开的模式 那么这个 FoundAccess Read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 只能够进行 读取的操作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读取 与写录的操作 既可以读取 也可以向文件中 添加内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只能够 向文件中 添加内容 不能够进 不能够进行 读取 的操作 FoundShare FoundShare 第一个 Inherent Table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难以理解 这个就是说 这个我们开始知道 文件 分析 也就是一个文件的 共享的模式 什么是共享 就是 假如我们在 把一个内容 发到网上 然后 共享 是这个一个概念 那么 Inherent Inherent 这个Table 它有一定的条件 它这个条件 就是说 这些文件的剧本 这些文件的剧本 必须要由这个紫禁程 进行继承 可由紫禁程进行继承 通过这个以后 在紫禁程中 可以进行继承的这些 去可以对这些文件来进行 这个共享 因为这个Inherent 这个是遗传的意思 死文件的剧本 可由紫禁程 继承 当然这个 大家不是很理解 因为编程 每一句话 每一个点 每一个每一句笑 都是经过实践 进行检验以后 才进行这样的一种定义 所以当大家 遇到相关的编程的时候 再回头过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第二个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共享 我不共享 不进行共享 第三个瑞德 只能够进行 读的共享 瑞德雷特 又能够进行 这个瑞德雷特 肯定是最大的共享 又能够进行读 又能够进行写 操作 雷特 只能够进行写的 这个共享 那么第三种情况 是共享模式 那么这三种情况 我已经讲完了 大家可以自己 在编程中 实践一下 其他的相关的方法 和每举子 这些每举子 可以自己实践一下 好 那么这个打开以后 我们再进行下面的 这句话比较长 在这句话中 我们定义了一个 这个巴特变量 整形的巴特变量 那么这个巴特变量呢 它获取了 获取了 这个 注意这个 France Dream 这个长度 它的长度是多少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么获取了 它的长度 那么定义 那么我们也就定义了 这个 整形变量 这个整形变量呢 这个短整形 比较短的短整形 巴特变量 它得到了一个 获取了 这个宿主啊 它的宽度啊 也就是它能在这个宿主中 付十个值 注意这里的 是我们宿主中 已经学到的 好 我们最后来 显示 这个数据 好 这个呢 我们就用流 来进行 数据的 读取 那么将这些内容 读取以后 读到哪里去呢 读到 这个宿主元素中来 读到这个宿主元素中来 你们要注意一下 宿主 这个Datas里面来 那么它的长度是0 到DatasNails 这一个宿主中 将它读出来 最后 我们呢 读取 读取 数据 通过一个 Foreach 一句 将所有的元素 读出来 最后 关闭 这个 这个 流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 程序呢 我就编写完成了 啊 这里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read 这个 这个 Datas啊 这个read 这里呢 是 用于 存储 数据的 数据 然后 这两个是 位置 我们来运行程序 哦 刚才的一个运行呢 我们将这个文件 进行写入 那么写入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低盘上是不是 已经有了这个文件 低盘上已经有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 记事本打开 DFG HR JK LM 这些呢 它是一个 这个 ASK 马词 101 102 变成了这些 字母 现在我们读取 卡绝件加F5件 进行读取 那么这些字母 又再次变成了 这个 100 101 102 这些ASK 马词 变成了这些 Bud型 这些 这些整数类型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做好了 大家自己可以理解一下 好 关于其他的属性呢 和操作呢 我希望同学们 自己通过 这个MSDNA的查找 然后自己去完成 有什么不会的呢 可以跟我联系 好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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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